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過往是沒有說過的 真的沒有說過 沒有說過 因為有時有些題目我都會跟觀眾說 可能實在太多案 就算以前說過也好 有人會連玩殺手 我可以說幾十集都可以 但今天說的題目 是我們以前從來沒有試過 用這件事去做一個主題 由你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的題目就是 雙包胎的兇殺案 或者是相關的罪案 為什麼會講這個題目呢? 為什麼是你選的? 為什麼會這麼不容易呢? 其實是因為 去年的冬季 有一套 動漫叫達利與米奇 我不知道有沒有觀眾看過 那一套說 有雙包胎的兄弟 他們就要 假裝是同一個人 然後就要去調查他們媽媽的死因 那我就覺得很有趣 因為他們會在一套 在一套動漫裡面 他們會兩個突然間 瞬間換位去吃飯 是很搞笑的 然後我就想會不會有些 跟雙包胎有關的 可能是兩個唱相簧的 勘奮去犯罪 也挺有趣的 因為我自己也認識 真的有媽媽的姊妹 我小時候讀書也是媽媽的兄弟 是真的分不到的 例如有一個 不知道阿哥還是小弟太多年 不知道是幾十年前 可能阿哥還是小弟有粒 我們就要記住那個有粒的 那個就是A 我們要這樣分 而他們兩個是 我們是讀同一家學校 讀同一級 那先生就要很留意 盡量不要編他們 這麼多年都不會編他們 兩個同一班 很難搞 分不到 因為我有一個小學同學 然後他跟我一起上中學 然後他跟阿妹一起上中學 也是媽媽生的 他們兩個 最後我聽回來 他們到大學讀同一科 上同一支莊 然後一個做外父 一個做內父的主席 其實這些好像很差勁地說 如果他們真的有心想去犯事犯案 其實分不到 也很容易 但是為什麼我們會選這個題目 就是想說說他們媽生 會不會大家想的東西很一致 或者大家喜歡的東西 會不會很一致 因為我自己真的認識朋友 小時候那個是男同學 我長大了認識的 是有兩對姐妹 我記得一對就是二倫的媽生 一對是同倫的媽生 我發覺是真的有不同 真的很遠 就是會感覺到他們 好像知道對方想怎樣 是的同倫是 我也有問他一個好朋友 他說不要說這麼誇張 什麼心靈感應 還沒有那麼誇張 但譬如他會感應到 譬如他覺得他的妹妹不舒服 他會打電話問他 你現在是不是不舒服 那他真的可以證明到是 是的 很厲害 而且感情真的會深厚一點 那二倫那邊 他就有說過 那個也是我前中國同學 他說 其實不要再問我們媽生有沒有心靈感應 我沒有 我不知道他想什麼 真的會這樣 所以我覺得可能是同倫和二倫都會有些分別 是的 那我們有一點點改動 就是如果賣廣告 我們想現在先賣了 就是因為我們經常想觀眾可以看到一些客戶的廣告 但是暫時如果你說是真的付錢而不是觀眾的廣告 暫時還是有一位 暫時阿彪麻哥 我們可不可以出到這張照片 為什麼我會說如果不是觀眾的會員的廣告呢 就是因為如果有看開我們這個新的會員 就會知道其實你加入這個最高級別的會員 最高級別的會員 最高級別的年費會員 其實你可以免費賣廣告的 目前為止都有幾位的會員 他說接下來真的會給我們一些資料 我們可以出廣告 無論是RG的Story FacebookStory 以及在我們的節目裡面賣 這個就是會員的福利 這個就是阿彪麻哥 應該很多看開True Crime的觀眾都會 你看到他在不同的平台都會很生氣 支持我們買廣告 他就是SmartTone的 join time的優惠 如果你有興趣就可以WhatsApp 91347148去問他的計劃 我來真的真的要問他加入 因為我那個是快到家 然後他逼我要簽約 未來的那間是要簽約三年 這麼多? 我覺得多啊 我覺得三年可以很多東西變更多 我就不想 所以變了就是 我也很大機會就會問飄瑪哥 我以前也是SmartTone 我有SmartTone 有試過三年 很多個台都試過 然後又轉到第二 現在又可能有機會 又會加入SmartTone 大家有興趣就問飄瑪哥 我們好像 照舊 就是可能先播出一張照片 在我們聊天這段時間 待會真的講案情的時候 要播出片段照片 才回到我們的螢幕那裡 我們可以說一下 今天比較特別 雖然我們說一些關於媽媽兄弟姐妹的案 但很特別地 我跟Cassie剛好大家找的東西 只有姐妹 全部都是女 這麼巧 就是這麼巧 我說的那件事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討論 就是其實 雖然法庭已經有了判決 但一直都備受爭議 就是會 大家可以當作一個查案的心態去看 正反雙方的事情都會說 你們去想一下 覺得這件案是真的 兇殺案 意外 還是一些什麼原因 法庭是判了 但經常有些 外國媒體都會說 而且我要說一下 為什麼會選擇我接下來 說這件案 就是 中文媒體真的 我是沒有看到的 我常常戴著頭盔 可能有人說過 如果是可能 頂多一個半個 至少是Youtube 我特意Youtube刻意 去找很多不同的字眼 我真的看不到 不是說廣東 無論是國語還是中文媒體 中文的Youtuber 其實真的沒有人說過這件案 我覺得這件案是特別的 所以我覺得 有獨特性 所以我就抽這件案 會說 接下來 這部分免費時段 就可以聽完整件案 免費時段完結之後 就到Cassie說 可能有看時間 起碼有兩件 甚至乎三件 都是姊妹 是不是很小 那些 有一對姊妹 她的案發的時候 只有16歲 哦 對 所以值得聽 現在我們就 可以正式開始了 今次這個故事 故事的主角 就是這對姊妹 因為他們是同倫相生 所以樣子 真的一模一樣 但是呢 我會覺得 那些照片 有時候會想 究竟是以前 還是近期 因為他們的樣子 很快就已經腦定了 哦 其實這個是小時候 不知道做啦啦隊 對呀 他們是大學 但是他們的樣子很成熟 因為他們可能保持得好 應該這樣反過來 之後再長大 那些樣子 其實又好像差不多 對呀 對呀 其實呢 你就這樣看這張照片 我就這樣看 我是不會睡的 不知道誰打誰 一模一樣 他們是都似得很緊要 好像玩 你就是覺得 頭髒了 其實他們是兩個不同的人 這個是小時候 他們一開始 本身出生的名字 一個叫做Alison 姐姐 妹妹就叫做Ann 我就用姐姐和妹妹來分 不然我也怕觀眾搞得很混淆 他們是1978年出生 是美國人 很多說法 就說他們其實本身是超級緊密的關係 朋友也是 洗澡也會一起洗 哈哈 你看你的樣子 哈哈哈哈 哈哈 你看你的樣子 我和姐姐都是朋友 但是我們 會一起洗 但我小時候也試過 有些女生朋友和朋友都試過一起洗澡 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些 不知道為什麼會讀女校 所以會 我也是讀女校 但我不會 你的樣子都好像讀女校 真心 我覺得女校是有個 有樣子看的 而且是有那個特質在 不知道怎麼形容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原來你的女校不能 我那時候女校 我又不是因為色情 會一起去廁所 對 要拖手去廁所 試過瘋到一格廁所 整個人站五個人 很擠 男士可能會覺得很難想像 那些女生會這樣 我小時候也有這樣的朋友關係 他們兩姐妹就是朋友都會這樣 甚至乎誇張得說 可能A說完一句話 都還沒說完 B就馬上知道 我知道你想說什麼 大家的興趣都一樣 一起參加這個啦啦隊 做隊長 但是呢 他們感情很好 是一件事 同時呢 就是會 吵架 可以吵得很瘋 他們不只吵架 是會打架 是真的 為什麼 你是會這樣 我和我姐姐都會打架 是不是差很短的距離 我差一年 怪不得了 真的 每個人都會說我們兩個是媽媽 因為很近 對 真的會打架 對 他們兩個都會 正常的 他們會出拳 對 我猜不到你是這種人 對 這麼瘋 對 因為我自己 我有個弟弟 我大約五年 就沒有這些 不行 我只有弟弟 就不會 你這麼近 我又明白 原來你都會出拳 對 我們兩個都 拳手 原來他是正常 所以我覺得他們 正常 每個人都是這樣 姐妹都會這樣 對 其實姐妹都是這樣 觀眾如果看到這段影片 你覺得是的 麻煩你留言告訴我們 我實在見識太少了 其實很多格很少的 都一定會 都會這樣 扯頭髮 那些 基本的 除非你是哥哥和妹妹 應該可能會讓一點 但如果兩個都是姐妹 就一定會打 或者兩個兄弟 都一定會打 而且格得很近 他們兩個就是 經常都會 好像跟貼打 好像有水混油 其實學校每個人都知道 然後去到一個什麼的轉捩點 就是他們開始做瑜伽 其實他們都挺厲害的 他們30歲左右就創業 但是 沒有說到是不是腐幹 因為有傳他們家裡的環境 是不太差 就是 可能是那些生活都幾 不要說 超級富豪 但起碼都小康之家 都無憂 想買名牌也可以買到名牌那些 他們在2008年 即是30歲 就開了第一間的瑜伽室 當時他們很厲害 那間瑜伽室 很厲害 他們好像變成一個名人 KOL 因為他們是叫做 自己做 The Yoga Twins 因為沒有 他們做這個賣點 你做瑜伽 可能很多人都做瑜伽 很多人都教瑜伽 但是他們兩個是以 我們是孖先生姐妹的 一個瑜伽室 做賣點 所以很快就已經很紅 很多人會去他們那裡學 那我會覺得 誇張到那個地步 我們可以 麻煩預備一個影片 那條就是 第二 看一下 我們可以看 G4 麻煩 是很迫 我是不會去那裡做瑜伽 是很迫的 很迫的 你可以看到 是 會打到旁邊的 嘩 這麼迫的 對 就是這樣 大家看到 剛才的影片 就是 真的很多人 很迫的 到這個環境 其實是很不舒適 我不會 是在那裡想的 是 我不會 但是 他做銷售做得很好 還有他們很勤力 聽到員工說 他們都真的經常在工作室裡 而且基本上沒有休息 而且形影不離 就是你見到姐姐 一定見到我妹 見到我妹 見到姐姐 但是前員工也有說 他們也是 這一秒好像很親密 下一秒突然又大吵大鬧 或者情緒那些波幅 起動得很厲害 但是因為就是 他們出名 之後就會開始有一點點競爭 可能 我又會覺得 那些學生可能會喜歡你多些 那些學生會喜歡我多些 會有這些少少的競爭 就是子母之間 除了有一個很深厚的感情 但是其實也有少少妒忌 在裡面 那我們可以麻煩預備定G1條片 那就是當時 因為他們是紅 正常電視台會找他們去拍節目 又會去訪問他們 那樣 我們可以看一下那段訪問片 是兩姐妹都有說話 但是我們很喜歡的能力 West Palm Beach 是這整個區域 在整個區域 在雙方的能力 我們有一個很深厚的能力 我們有一個很深厚的能力 在雙方的能力 我們有一個很深厚的能力 那裡開 因為這個是一個中心地帶 這個位置很好 然後姐姐姐就說 我們為什麼叫做 Twin Power Yoga 總之Power是力量能量 就想大家來到有這個力量 就是類似這樣的說話 你看到是厲害到可以有媒體接受訪問 還有在拍節目 那個節目也挺壞的 因為那個節目是訪問他們 叫他們教Yoga 然後就水他們 不如你多開一間 你趁著現在你阿熊 你多開一間 但是他不是給錢的 是的 叫他多開一間 然後一樣都去那個貴地帶 就是他不是很認識地理的位置 他在Pound Beach那裡就有這一間 另外在西邊的Pound Beach 又開一間 總之都是一些luxury 他們走一些高檔的路線 大人都是這樣 發覺就是沒有那麼大個頭 大人都沒有那麼大頂毛 分店的商業決定 是啊 很難 但是被電視台 不知道製作者是怎樣 水別人 搞到 然後就開始炸台高速 還要衰得他們兩個都真的衰 就是不找數給員工 還有他們是銷售套 接著那些套售套 你的店舖已經沒有人 你又打算離開 但是你又不退款 那就是有愧 對於那些客人 這個不是單方面說 因為之後有訪問了很多人 包括前員工 還有一些顧客 是真的有去投訴 就說可能是 就是無緣無故想去上課 然後我去到才知道 為何關門沒有人 是這樣 是卡利福尼亞 是啊 都不止卡利福尼亞 就算是美容院那些都很流行 所以 因為沒辦法 但他們很多時候都是要銷售套 所以我唯有就是買一些便宜一點 我寧願是 他們一定會這樣 你買100次 每一次就是200元 但我那100次 想要用多少年 我怎知道你會收拾了 我通常都不會用這些 避免 誤會裝太多 可能10次就頂盡 就算貴一點 我覺得沒問題 因為我覺得 我也不知道你的公司是否穩定 還有你隨時收拾我 我做到5次 你已經開始銷售 那我就不停買 是啊 那他們就是壞 就是沒有跟顧客說 直接走了就走了 但其實他們本身也做得不太好 你看到剛才的studio 迫到這樣 很明顯是賺到盡 是啊 還有他們可能一開始就像自己 我們是一對孖山姊妹 用這個賣點 但是你賣得久 你沒有一些新鮮的東西 可能不知道他們教得好不好 可能你就很難再維持下去 然後他們兩個 就一下子飛走了 飛了去 剛才我說是佛羅里達州開的 他們就飛去猶他州 之後 直接改名 飛到那麼遠 對了 改了名字 姐姐原本叫Alison 就變成Alisandria 妹妹原本叫Ann 然後就變成Anastasia 我也是叫妹妹和姐姐 你們會很亂 我都不知道什麼名字 就很瘋 他們在猶他州都想開過一間新的 然後又打算出一本書 最後是沒有成事 其實我不知道為什麼你可以在佛羅里達州 把東西放下還有面子寫書 不知道他們 其實他們的書書很有問題 還要上了電視 大家都知道你是誰 是啊 很多人都知道他們是誰 而他這次去猶他州 因為吸醉了一些教訓 對不起 不是吸醉了一些教訓 是因為發生了這麼差的事 然後就遇到一些很差的習慣 就是瘋狂喝酒 喝酒的人是神志不清 然後又醉酒駕駛 搞到又被警察抓 有案底 有這些東西 在猶他州那裏 他們想開那間 但開好像是搞不成 還是搞到有一新債 最後搞到要申請破產 就是搞到申請破產 我沒有記錯 好像那個債 說不多 好像15萬美金 其實不多 就是百多萬港幣 其實不多 然後就已經要破產 其實他們本身都不知道為什麼要開 他們說已經去到 因為說他們之前找到的時候 是直接住這些豪華的地方 我們這樣看好像不豪華 但他們說是 我覺得那個比意就是 可能住半山那些 那些高尚住宅區 還有駕駛車 拿很多名牌手袋 所以可能他們已經習慣了這種生活 要他們無緣無故打工 朝九晚五 他們覺得頂不了 又繼續搞生意 但搞生意之後 有差事 搞到破產 然後這次破產 他們又搬了 他們好像在一個地方 覺得很不願意 美國也很大 然後他們這次搬去一個很美 很寂寞的地方 就是去了夏威夷 在夏威夷就是真正發生事的地方 但我要說 在夏威夷 他們的飲品問題是更加嚴重的 嚴重到譬如有個紀錄 就是他們去餐廳吃東西 跟老闆吵架 然後打老闆 又說 你信不信我會找黑社會來殺死你 這麼瘋 這些是紀錄在案 但是很瘋狂的 那個姐姐是經常否認的 那個姐姐也有很多謊話 所以等一下就繼續說 那件事就在夏威夷發生了 他們兩個在夏威夷住 這次就沒有說要開業務 純粹去了那裏 先去那裏 然後又在夏威夷 各自兩姊妹都認識了男朋友 姐姐有男朋友 妹妹有男朋友 那有一天 就是 抱歉 給你們看 先去那裏 咦 沒了那張照片 先去那裏 那剛才呢 要說一說 這一個呢 都是小妹的男朋友 不過呢 是前度男朋友 那我想給你們看的那張照片 是說的是 小妹的現任男朋友 先按一下 小妹的現任男朋友 其實是很好的 因為她就說 因為她看到這兩姊妹 本身是 這個 小妹當時在夏威夷認識的男朋友 是 叫做Frederico 我叫她阿Fred 就是簡稱 小妹男朋友 她說 兩姊妹如果是不喝酒的時候 神智清醒的情況之下 其實是很友善 很甜 但一喝酒 簡直是整個瘋婆 兩個都是 她說不僅是她自己女朋友 小妹 是姐姐也是 兩個是很神經病的 那我們可以預備定第 G2條片 那條片就是我剛才說 她的前男朋友 拍下妹妹 平時發酒瘋 那時候說的話 那我們可以看看她的性格 究竟是怎樣 好,我來自我 好 I know You don't need me But he says Anastasia's drinking bouts were epic He even videotaped her during what he claims was a two day bender Never take a picture of me again You gonna kill me? They'll kill you Two champagne bottles today Not to mention the two Oh, where's your Bacardi 你看到這段影片 剛才是說什麼呢 第一段影片是說 男朋友說妹妹已經喝了四支香檳 在吵架 第二段影片 妹妹就跟男朋友說你不要再拍我了 男朋友問我我拍你會怎樣 你會殺了我 她說是呀我會殺了你 又是說她那天喝了兩支香檳 他們是癒酒得很厲害 我會覺得我程度上 其實他們兩支為什麼這樣喝酒 應該是跟不開心很有關係 因為他們本身是覺得自己很成功 名勝利就 有名氣 又賺到錢 之後是很落爛 搞到要改名 改完名 然後又要破壞殘 我覺得是因為很多情緒不開心 其實我自己認識的人 還有我看連王殺手的案件 一些家庭 很多時候會喝酒喝得這麼誇張 不是說我和朋友吃飯 喝一兩杯那種 他們只是喝到自己 意識很不清醒那種 通常都是很不開心 你不會因為開心一次我喝幾次 對呀 通常都是不開心才會狂怒 我覺得他們 我懷疑 可能我程度上都有一點點情緒的問題 所以 大問題就是 你越喝得多 其實事情不會解決 你越喝得多 其實令到你個人又繼續消沉 繼續砍下去 他們兩姐妹就是這個個案 剛才那個是妹妹 姐姐沒有被人拍過片 但是透過以前的員工 朋友那些就會知道 她兩姐妹都是一單單的 就是會發酒瘋 然後又打人 又罪嫁 兩個是一模一樣的 那個案法就是 在這個 2015年發生的 話說 剛才我有展示過這個樣子 就是Fred 跟妹妹想著去露營 這個是2016年5月29日 她想著去露營 去買少許用品 誰知道 她們兩個去到類似Costco 那些的物體去買東西的時候 發覺自己 妹妹拿錯了姐姐的信用卡 她就免得拿姐姐的信用卡 開車回家 打算拿回自己的信用卡 才去買露營的用品 在這個時候 姐姐就知道 你們兩個去露營嗎? 我有去 話說 Fred就說 其實妹妹是很不想姐姐去的 以前她們經常跟私斗 去哪裡都在一起 但是因為她已經經歷過這麼多次 生意的失敗 吵架 吵架 其實兩個都會有點心病 姐姐可能是有一種類似控制 覺得妹妹是不應該要離開她 那種狀態 所以姐姐也要黏著 她既然說要去 她們兩個都覺得沒辦法 我現在打算兩個拍拖去露營 姐姐說要多來個電燈膽 做電燈膽 都要去 駕 Fred的車去 三個人一起去 Fred有說 因為她很想幫這兩位妹妹解決 她們的瘀酒問題 就有定立了規則 就說 在這次的camping 我們是不可以喝酒的 不可以買酒 挺好 總之一定不可以打破這規則 但是很不幸 可能去到不知道 駕車的中途休息 Fred發現原來姐姐偷運了一瓶酒 其實你想想是真的要走不離手 到這樣的地步 她是 上癮 超級有人 超大癮 然後還要瘋得 因為她喝酒 又開始來了 就是 Fred 去了廁所之後 她們倆姐妹開車走了 她們倆姐妹開車走了 是很奇怪 對 她開車走了 然後她已經是喝酒開車 其實你怎樣都會影響判斷力 其一 其二就是 竟然在路上被她遇到有一個Hitchhiker 想截上風車的人 她又載她 那個人都很大膽 我以為兩個女生沒事 那些 我也不明白為什麼美國人還是不會吸出教訓 你們美國那麼多年說殺手 以前那麼久都是因為截上風車而招致殺身之 到現在還那麼淡定 其實人不可以貌上不開 因為看到兩個女生 然後就覺得很安全 而且這兩個喝完酒 可不可以是傻 對 她是幸運 沒事 因為是姐姐負責開車的 妹妹就坐在旁邊的位置 這個截上風車的人 最後都順利下車沒事 很幸運 其實是幸運 極到幸運 因為接下來是會死人 所以這個人是下車下得快 就說根據他們兩姊妹這輛車 後面的司機 或是旁邊的司機 有幾個司機的證供 都說見到他們兩個激烈爭吵 因為不會聽到車廂罵什麼 但是兩個是張開口 然後就指手畫腳 然後斜的手在動來動去 還有看到坐在司機或旁邊的女士 其實是阿妹 他們不知道是阿妹 阿妹不停拉斜姐姐的頭髮 超危險 拉到姐姐的頭髮 會這樣撞到她的窗 瘋了 幾個司機的證供都是這樣 這輛車 還有就是你這樣被人扯 你開車就這樣又撞 又左又右 他們說是極度危險 所以就是 看到這樣的情況 就盡快過頭 不知道她有沒有撞到自己 然後就去到一個位置 就是他們的車本身 這樣打直走 突然一下 向左樓梯 就直插到二百尺的懸崖 是這樣的 很差的事情就是 妹妹死了 姐姐沒有死 姐姐只是斷了幾條臘骨 是可以自己走得到的 但二百尺其實真的很瘋 極度高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照片 這些是真實的相片 還有有說她的車子 她忘記了是什麼 幸好說是 鋼水不錯 如果你的日本很便宜的車 你散了整輛車 二百尺真的有二百尺 二百多 好像說二百多尺 這樣直插下來 這就是車廂內的情況 又說到姐姐 幸好沒事 很大機會是因為 她有一些空間 全部都彈出來 但妹妹就沒有了 妹妹簡直是誇張到她的形容 就是說 救護員來到 其實都是幫她撿骨 是帶一整袋骨 用直升機 掉走 因為她不知道有沒有安全帶 還有沒有空間 變成在車上 碰撞得很高速的 碰撞到人 散散 而死 姐姐就是 也不知道 幸好還是不幸 就這樣沒事 你看到照片 這個是 當時在車廂內 這個我沒有記錯 就是妹妹 妹妹這樣 所以妹妹就死了 就只有姐姐沒事了 然後這宗案 那個重點就來了 就是大家會爭論 各位 究竟這宗案是意外 還是謀殺 你覺得 我覺得是意外 因為她喝完酒 其實她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是啊 還有 我會覺得 喝酒其一 其二就是 真的是在隔壁的乘客 親集激 你們兩個其實也有份 去做這件事 是啊 只是一個剛巧死了 死無對證 是啊 因為很多人 雅晚地說 其實那個姐姐是有心 想要促成這件事 大家可以討論一下幾個位置 其中一個位置就是 原來這個地方 它跌了到200呎的崖 就是說這條路 基本上是唯一一個位置 剛巧不是水 但問題是 當我在吵架 其實我不會記得 而且也不會記得 我是不是會想好這條路 這個位置就是要我衝下去 是啊 我還有300米就到了 那你不會有這些 是啊 其實很難的 這個我覺得是想太多了 是啊 就是說它根本是一組預謀的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就是根據Fred的口供 他有說到 他說這對姐妹 即是經常都在吵架 在案發的一星期之前 姐姐曾經說過 他就說 我會殺死阿梅 還有說 我們兩個不知道多少號 我們就會離開地球 離開地球 離開一個世界 這麼瘋 是啊 但他也有解釋 Fred就覺得 我們都會想過原因 你要殺人有動機 原來Fred是想跟阿梅 自己搞一個行業 就不遇到姐姐 那姐姐就覺得 我為什麼要害我 是啊 所以Fred在Fred的心目中 覺得姐姐絕對有動機 有原因 為什麼要殺死阿梅 因為從小到大 阿梅是聽自己說 是我去控制阿梅 現在阿梅要脫離我 要和我男朋友 自己不要我 所以Fred的心目中 就是覺得 根本是因為這些原因 還有他有親口說過 要殺死他 但是我又想說 你有沒有記得 剛才看過那條片 阿梅也有說過 要殺死以前的前輩 有時候他們喝醉酒 發酒 什麼都可以說出來 真的 我要殺死你要殺死你 那是不是真的會殺死你 這個我覺得很值得相抗 對 還有吵架一時 還有他們喝酒喝到這樣 又會打餐廳老闆 又醉嫁 其實他那個人根本都失去理事 我覺得他本身比較暴力 暴力 很暴力 因為吵架一時火 我眼睛說我對你也不出奇 我對你也不會殺死他 相信我殺死你 就是那些說話 對 我覺得就算他們是有 姐姐是想殺死他阿梅 但是不是這件事 對 因為他自己也會死 對 他自己也在車上 我會覺得 那些人為什麼會覺得 可以計劃 你覺得他聰明到地步 計算我200呎跌下來 阿梅才會死 我就不會死 我沒事的 她死而已 對 不會這樣 但是又有另一些說法 我是比較喜歡的 就是 其實我覺得 因為吵架吵得很厲害 而且其實家姐和妹妹 那些情緒一直都處於一個低的狀態 如果他們兩個已經吵架吵到這樣的程度 姐姐又覺得 妹妹又可能會和男朋友 會不理自己 自己開動的行業 她那一刻失去理智 算了 我們一起死吧 我覺得很大機會 這個有機會 因為她是完全沒有踩壞的痕跡 是一跌 完全沒有踩 而且她的路本身是直走 她突然間一踩去 是一踩去左過一下 好像突然間那一下 就是我衝下去了 那一種狀態 是有這樣的說法 這個我會覺得 像是這個方向 這個像是多過 我要殺死我妹妹 所以我這樣扭牌 對 沒錯 我覺得她的心態就是 其實已經很抑鬱 我一個人 反正都吵到這樣 你又這樣 算了 我開車 一隻就死了 有機會是這樣 而就是不知道 幸好還是沒有了 她自己沒事 妹妹就死了 還有為什麼會說 覺得她謀殺過妹妹呢 就是根據警察 警察覺得她是謀殺 就是 好 事情發生了 警察和教會員來到 這個姐姐很不合作 什麼都不回答 還有沒有問過妹妹有沒有事 什麼都沒有理會 然後去到醫院 不合作 又不說自己叫什麼名字 因為她們是沒有帶ID 說她是不會問妹妹的生死 沒有反應 然後警察說忍不住 警察就說 其實你妹妹死了 她說她沒有任何情緒反應 這個我覺得話回頭 其實這樣的意外 是很恐怖的意外 但我覺得她未必有反應 不是正常 她未必有反應 對 因為我想說 大哥 如果你本來不是期望 有這件事發生 而突然間有這麼恐怖的事 你的車子炒下去 掉了200呎的懸崖 其實你這個人可能還沒有害怕 我覺得是她還沒有反應 對 我覺得是不奇怪 不可以因為這樣 就執著 其實她個人很沒有感情 她覺得她也不會關心她妹妹 所以其實她應該 都是有心想害死妹妹 我覺得這個是要想一下 因為每個人對於受害怕的情緒反應 是不同的 有些人可能會大哭 有些人嚇到一句都說不到 這個就是警察覺得很奇怪的位置 第二個奇怪的位置就是什麼呢 因為當時其實是他們兩個 首先就是一樣樣 然後就是沒有ID在身上 那些警察就覺得一定要確認 誰打誰 就找到一個地址 就去回他們住的地方 原來在那裡就看到姐姐的男朋友 姐姐是有男朋友的 這個 那我跟她說 那些警察就跟她說 發生了這樣的事 一個死了一個就生還 我們需要你幫忙協助 看看究竟誰打誰 她也是沒有反應 她自己也不知道 對 那些警察就說 她好像很不緊張 又沒有一種很心急想慰問的心態 總之就是 很呆的 不知道做什麼 所以那些警察就覺得 為什麼你們這些人這麼奇怪 這樣 這個也是一個 他們覺得奇怪的位置 還有就是 為什麼有一些人會覺得是殺人 有些人覺得是意外 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 不停扯頭髮撞下去 頭撞下槍 然後又喝了酒 這些 所以我們就覺得是 辭意外多 我們上到法庭 不知道怎樣去算 法庭那裡 這次是沒有陪審員的 是法官去負責去判決的 我不知道是怎樣去算 他們一定有個原因 因為這個是二級謀殺 他不是他一級謀殺 他是他的二級謀殺 是的 但是我不知道怎樣去算 是沒有陪審員 所以就是法官購買什麼就是什麼 哇 很危險 是啊 很危險 就是他就是定生死 最後就是法官說 這一宗是真的意外 就是我們剛才說過的東西 喝了酒 因為他喝酒超標了三倍 喝了酒有機會影響判斷力 第二就是其實他在一個被人襲擊的狀態之下 駕駛有機會衝上山 還有辯方就是家姐 他請了一些專家證人 有一個就是我忘記了什麼的證人 總之他就是說 就算他的車有黑盒紀錄到 他是沒有殺車也好 但是看回路的設計 那條路是極度瘋波的 就是會很滑的 那條路不是一條很平坦的路 如果他是一個喝醉酒被人襲擊 駕駛到那條路這麼滑的情況之下 其實他是這樣不小心滑下山 是一點也不奇怪 你是找不到一個實質的證據 證明他是有意圖要衝下山 還有因為我們說謀殺 我們經常會看有沒有動機 那在於法官 他又覺得動機又不僅是很大 雖然男朋友很想處死他 即是妹妹的男朋友 那有真奇怪的姐姐 就是為什麼呢 完了整件事 其實他當初還沒被警察拘捕之前 其實他也有時間回到家 那他跟妹妹的男朋友一起洗澡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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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一起洗澡 又穿妹妹的衣服 然後又坐進去 又捱到她的肩膀 那些很奇怪 但他本身本身有男朋友 還有你剛剛死了妹妹 那你做這些行為 其實真的令人覺得難以理解 是奇怪的 我明白為什麼人們覺得他有心害死妹妹 因為可能他是道的妹妹 很想成為妹妹 是呀 這些位置就是很受爭議 最後就是 判了他沒事 之後也沒事的了 但是我們可以 看一下他的訪問 讓大家去 你不能憑一兩句話 就判斷到究竟他有做還是沒有做 但是你可以 可能憑他說的一些內容 你去看一下他心想什麼 我們可以預備定G3那條片 麻煩 犯人 後退後 midnight 渡婚 店於是 businesses 已經漏不理 也 Щ housing 12 我想Dr.Phil的節目 剛才Michael也有跟Cassie說 如果你有看過一些美國的true crime 就知道那個Dr.Phil就是很出名 經常會訪問很多 無論是殺人兇手 還是可能是一些受害者 他都會邀請他上來訪問 他就有問到 主持人就問姐姐 就說你們是不是破產 然後就說到有些說法 就說你們當初關了一間Yoga Studio的時候 好像沒有找到員工 姐姐就辯護辯解 就說其實我試過有一次是辭給錢 其實我們不會不給的 然後她又問她 主持又問姐姐 你開車去Camping那條路 你是不是又喝酒 她竟然答不 其實哪有得講大話 因為警察是這些紀錄在岸 超標了三倍紀錄在岸 你就知道她說話可不可信 這個人 對她沒有理會 她全部都是說 這些事是不關我的事 沒有 但我又覺得可能是 其實事情都發生了 她都被判了是意外 所以她想拿回一些面子 才會再改回故事 其實她可以拒絕 她可以不上這個節目 為什麼她還要上 我覺得她想拿回一些面子 或者不知道 因為現在我也很想不到她最近的近況是怎樣 我不知道她當時的心態有沒有想到 有沒有想到 可能自己可以幫忙 洗白一下 可能為我接下來會開的行業 會不會有用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這樣的想法 如果不是正常 其實事情都結束了 法官都判了你沒事 不如你就算吧 但是她又 很可愛 你不知道她想什麼 因為你會想 如果她想讓別人覺得她自己不關事 可能她會不會說什麼壞話 但是她又不會說什麼壞話 我們可以去預備G5條片 G5 很短的 都是那個 你的妹妹有你的髮型 在她的手上 她的手上 她怎麼有你的髮型 在她的手上 我不知道 這是最嚴重的事 我沒有 她把髮型拿出來 我沒有 我可以說 其實就是主持問她 因為其實嚴絲有時 就發覺阿妹拿著她的頭髮 很大力 拿著她的頭髮 主持就問她 就問姐姐 是否當時阿妹又扯掉了你一堆頭髮 她竟然是 對 她就幫阿妹 她就說 我忘記了 我不可以說 我不太記得 所以我說不到 但這個是事實 但其實也可以不記得 是 因為真的很創傷 她可以不記得 但是 Dr.Vu就說 又對的 因為她問她 其他案件 其他細節 她全部都記得 她只是這部分 不記得 那Dr.Vu就說 你說她扮好人 我覺得 都真的不奇怪 就是 其實說 你本身兩個姐妹 其實是很愛大家的 你是不是想傷害你妹妹 所以 你不想說任何對你妹妹不好的說話 又這樣跟她說 我覺得都不奇怪 因為 是真的搞笑 其實她記得很多其他細節 整個房間很長 幾十分鐘 你們未必有心思想看 那 真的說了很多很多 剛才那些是節錄 她是記得很多 即是記得那個Hitchhiker 摺上風車 那個女人上車 那些 她全部都記得 是啊 然後她會覺得 阿Fred 她說 我常常認識她30天 她意思是 她說這個男人說的話 我覺得不需要這麼認真 因為她知道多少 我們認識了30天 這樣的意思 剛才那段片段 就是說她又 明知道阿妹是扯了她的頭髮 她是知道 但她可能不想說她壞話 所以究竟這件案 是真的純粹意外 還是她有心殺阿妹 還是我們兩位會偏向覺得 她那一刻可能是想自殺 只不過她幸運生還呢 那這個就 留待大家去判斷了 那好了 我們呢 這一節完結之前 一定要買廣告 我們經常顧著說 忘記叫人課金 知不知道是一定要課金的 我們要租工作室 找電腦 這些全部的時間 都是錢來的 所以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如果你想參加會員 我會放一條連結 你可以按進去 就可以減算你想成為的會員 如果你想看節目 就是我們現在做的節目 還有聽完播放 一個月就有150元 另外就是 如果本身你是加入了會員 可能加入了兩三個月 你想轉做可能是年費會員 那你減掉那個差額 就可以加入 因為年費會員最高級別 是超級多優惠的 我說了優惠 已經做了很久了 因為我是銀行問題 一直都沒有搞到 我覺得 應該真的快結束了 結束了 快結束了 真的 因為超大 1350元一年 就會送兩本我出版社旗 對不起送一本 我出版社旗的書 另外就是兩次出席的包場看戲活動 你會得到兩張票 即四張票 加起來都大概400元 還有就是可以很多觀眾喜歡的一件事 就是可以賣廣告 可以在我們節目賣廣告 在IG story賣廣告 還有就是加入VIP的TG Group 我們有兩個TG Group 一個是公開的 那個現在好像有7600人在裡面 但是要小心加入 因為那個有時候也有很多 有時候有些血腥的照片或者片 但是不是純粹客人 是真的有一個背景故事 所以有興趣就可以加入一個公開 這個秘密 這個真的經常說秘密 這個秘密群 我是不讓人記錄 不讓人 copy message 總之所有資料是不可以外洩的 就是那裡說那裡散 這些就是我們的 最高級別年費會員的優惠 超級划算的 是的 大概是這樣 我們下節就是 你可不可以說一下下節 那兩件事大概是怎樣 下節我們就會說 在美國的一宗 超聰明的雙胞胎姊妹的殺人案 他們兩個其實就是唱雙簧的 去夾手夾腳殺死了他們親生媽媽 另外一宗 我也覺得比較特別的 是在英國發生的 就是來自瑞典的兩姐妹 他們有共同幻覺 一起發電 基本上就是 一起發電 還特意衝出去被車撞 是的 然後之後就 因為一些事發生了 一宗殺人案的 這樣 是的 想繼續看下去的觀眾 記得 加入會員 課金加入會員 那我們 是的 今集節目時間就是這樣 下集再見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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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